欢庆元宵佳节 建国市场这天在现场提供免费花灯 让民众组装 并换取摩彩券来参加抽奖 临近的乐业国小学童也跟着凑热闹 猜对灯明就有奖品 现场还有准备素汤圆让民众享用 场面相当热闹 民众动手组花灯不是比时间和速度 而是组好就能换摩彩券参加抽奖 建国市场今年举办庆祝元宵节活动 民众到市场买菜还有机会得到大奖 元宵节刚好来这里建国市场 这边有土地公刚好来这里拜拜 然后顺便逛市场 然后刚好看到建国市场 有办了一个这个元宵节灯会的这个活动 然后还可以领到那个灯笼 回去可以给小朋友煮灯笼 还可以参加摩彩这样子 我们平常其实买菜就常常都会来建国市场 我们只是很压疑今天的活动这么热闹 然后刚好今天陪家里的人一起来 然后能够拿到这个花灯 其实真的很开心 现场满满的摩彩奖品气氛相当热络 邻近的乐业国小学童也来出热闹 只要猜对灯笼就有奖品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一般传统市场 不然的印象是说 刚才你买菜而已 我们建国市场 利用农丽的一些节庆 来参加一些社区 参加好心情好 和小朋友 来互动 也要期待 我们现在一年 又近到 来帮助我们建国市场 那我们有准备提灯 我们有准备非常多的摩彩品 要送给前来参加活动的朋友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安排了 乐业国小的小朋友 大朋友 今天一起来参加 我们也希望 透过建国市场 元宵灯会的活动 可以带动我们东区 整体的发展 建国市场自治会表示 元宵节活动 不光是要带动人潮 今年结合社区和邻近学校 不但强化在地情感联系 也让市场更有人情味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